哈啰 大家好 蕾蕾蕾です 好 这一张2023年黄金周的五道会悟空啦 这一次就想要把它给拿出来再一次使用 然后拿来挑战一下悟佛的关卡啦 看他有没有机会在 Full Power的情况下 破防一下那个悟佛啦 那么这一次的队伍其实也就非常的简单啦 依旧就是靠着龟仙人的那个主动技嘛 所以就组了这么个样子的队伍 悟空 克林 然后龟仙人这样子一排过去 然后再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要有啦 因为他的菲律斗很重要 可以提供相当多的帮助嘛 15%的跨攻 然后布马跨回合37% 然后龟仙人就是30%的主动技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Supporter Memory 20% Let's go OK 这个顺位 完蛋 那么 嗯 龟仙人这边的话 我看花一点时间去做顺位调整吧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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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边的话就有四条连结啦 nice 36万起头 诶 这边前面的话就蛮随意的啦 嗯 怎么个样子去用都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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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攻防上升 536万 然后等一下啦 就数级意啦 尽快的让他去被KO掉 如果状态全满的话啦 按照我自己的计算 我这一张开了两路的五道会悟空啦 是可以破防悟风啦 达到3000万的输出 配合他的那个效果吧 全罢了 所以我还蛮期待一下 有没有办法达成的啦 就布马必须是在 嗯 另一个顺位 跨回合辅助 然后 克林 悟空 龟仙人 三个人啦 就同一个顺位 然后 龟仙人再加上主动机 悟空满被动再加复活这样子 诶 才有办法啦 才有办法做到 那么这边的话 呃 龟仙人先留着 龟仙人先留着 诶 龟仙人留着 布马 嗯 嗯 好像有一点难调齁 不过等一下 树极翼移开 好像也是 没问题嘛 呃 所以 这边的话 真的是有一点小犹豫哦 要把布马留着还是 如果按照顺位来讲的话 布马先过去 然后等一下布马会转过来嘛 OKOK 这样子就正确正确 没有问题 只要调整到好 下一轮的锁位 不要乱乱锁 应该 就 大丈夫です 帮助 帮助 嗨 嗚嗚 规逼 nice规逼 nice规逼 OK这边被打到也没关系 行动过后不要被逼杀 好 千万能力 max power 啦 好了 水 那么这边 重点 不要乱 直接绕了 是有百万的防抑力了啦 很夸张啦 才还没叠满嘛 但是你现在这么个搞法 全乱啦 白龙 不敢用 各位 哦 这边等下被摸到一下也是要飞 哦没有了 布马竟然 呵呵 死给 全违逼哦 布马 OK 然后行动之后啦 它的防御力就很硬啦 被摸到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这张布马其实还蛮狂的 好 894万 这个是还在我回合内啦 然后下一轮的话 我是希望啦 让 呃 那个 疾悟空去被KO掉 等一下的话 我应该是会让龟仙人配合 那个 呃 武道会悟空吧 克林被拉开就没办法啦 它的那个连接上面会少了一些些啦 嗯 龟仙人的话 42% 再加17%的防御 42%加攻啦 OKOKOK 嗨 请你不要回避 就这么样子 拉拉森的被KO吧 一区勒 齁 水啦 七十七%不回避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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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 还没完 了 17号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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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鎖我的武道會悟空 MVP17號 你真的是有夠故意的 然後現在我的悟空 復活之後 火力又上升 布馬尼不要連擊 謝謝 夠啦 全迴避 然後 1064萬 這被動還沒全滿 還差幾下 不過武道會悟空這一邊 應該是喬不死 那個17號 1154萬 最大單回合4連擊 OK 不過這一邊 反正肯定是敲不死對面 所以 還可以接受 慢慢摸一摸 NICE 鎖的是誰 真的是會鎖位啊 你這傢伙 真會血 不過這一輪來講的話 武道會悟空 什麼武道會悟空 這個 可是喔 剛才吃錯足了 好像是 算了 這個 奇異悟空是有必定迴避嗎 嚇死 差一點被嚇死 靠北十多萬 838萬 下一回合 倒是還蠻安全的啦 295萬 這個火力 厲害 但是 可以不要殺笑他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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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直接把對面給幹爆啦 無罪 噢 煩啦 這個順位還沒調整好耶 大佬 這邊的話 布馬再加上 龜仙人好了 然後 龜仙人往後 以布馬這邊 八顆豬 這個樣子 嗯 五十萬 二十萬 跟三十一萬 這邊的話 威斯就要開上來啦 這個肯定要的 保一個命嘛 歐拉 喔 下一輪也是還蠻麻煩 因為奇異悟空 他 還沒有 奇異悟空 他的那個 迴避完全沒有迴避到嗎 被動完全沒跌到 雖然說有五十多萬的 這個 防禦力啦 是還蠻漂亮的 可是 能作用到什麼 地步就不好說啦 嗯 而且 也要看對面的必殺 等一下會靠哪 應該是把 克林放一號位啦 等一下 這邊 布馬應該是 悠悠 行動過後 輕輕鬆鬆扛下來 配上威斯就是不一樣 哈哈 然後 既獎的話 火力應該也是 千二三萬了吧 或者是千五萬左右 有 OK Edit 哦 一千三百 六十萬 雖然說有一點 不太想要啦 但是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下一回合 直接把這個 禁否使器號 K掉啦 也是一個選擇啦 嗯 因為血量其實不多嘛 那麼 極悟空 站在 最尾位 直接把對面給K吧 而且 只是 只有一下攻擊嘛 OK 這邊就 決定啦 就這麼個樣子的走法 欸 那麼 嗯 主動機 直接 等一下看一下現在的狀態 37萬 132萬的防禦力 然後 46萬 哇 好低喔 哈哈 完全沒有迴避過 就是這個樣子 哈哈 呃 克林 60%減傷 再加威士 100% 所以 完全逮捕不得 670萬 然後 五道位悟空 就 比較 可惜一點啦 狀態已經是 結束了啦 不過還是有 1190萬的火力 呃 還有15%的 那個 呃 我們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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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悟空 還沒開嘛 然後 等一下 龜仙人 30%輔助 還沒開嘛 所以還是有機會的啦 嗯 1390萬 好啦 其實這一輪如果可以打不死 對面是最好啦 然後當然 奇異不要掛掉 要不然奇異把對面給K爆 那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總之 就是這一輪不要不要不要掛就死了 哈哈 不能死了 已經不能死了 大人 哈哈 呵呵 三連必殺有沒有機會 好 來開 嗯 NICE OK 那 那麼這一邊的話 威斯肯定是要開啦 因為 不管我要不要讓五道會悟空去扛必殺都好啦 這個威斯肯定是要開的 因為要保這一回合的穩定嘛 那 那麼就 就 來了 1 去 欸 對 那麼 布馬的話 他的 主動技 就 先 留著好了 想要先溫存著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個樣子 然後 霸克族 嗯 等一下要留布馬還是要留 兩個都是布馬 要留哪裏一個布馬咧 嗯 我看 應該這樣子就好了啦 嗯 嗯 然後 欸 咯 咯 咯 那麼15%的輔助開上去了嘛 這邊 嗯 應該是不會掉到非常多吧 1335萬 好像不會降到對面的任何一滴血 咯 哈哈哈 咯 109萬 那麼 那麼 所有東西都一定complete啦 就看我們能不能幹過去好了 那麼 迴避 反擊 啊 532萬 會多多少少啦 降一點血 只要又會行 還行 這樣的也不算多 可以接收啦 可以接收啦 好了 Dick 布馬1200萬 怎樣都是不會有傷害 可以 這樣 流的血量是夠多啦 選手我覺得武道會悟空他們 即使是4連擊全能力開動到完 然後也幹不死就是了啦 甚至能不能破防還是一個疑問劇 然後上一輪的話是有被打到啦 那個 就 不確定他們的那個足不足夠了啦 嗯 目前是有 形式是我自己是想走比較ok的 哈哈 那麼下一輪就要來啦 這邊的話排法是這樣 我是很想要讓五道會悟空去接邊 可以必殺 可是我不想讓他被降攻 所以就這麼個排法吧 然後五道會悟空的被動也已經全滿了嘛 欸 目前就來到18萬 欸 Sorry 184萬的防禦力 然後 這樣子的連結 那麼如果把這個悟空往前推的話 就剩下168萬 會差蠻多的啦 那麼 Dick 本番大隻 いくぜ 然後這邊有一個蠻不錯的東西啦 就是這一條順位 克林 悟空 歸仙人 三十圖 欸 這一個 very nice 卡 哈哈 OK 那麼這邊的話 所有東西已經準備完成啦 239萬的防禦力 講真 這邊即使沒有Wisp 把悟空放在一號位 都能穩穩接下 285萬 300出萬啦 因為他會乘以一個1.15嘛 他也是吃得到Support 但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啦 Support Support 嗯 OK Dokan文啦 讓克林來開那個Dokan文好了 克林的火力也會衝上去就是啦 那麼這個就是最終階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然後這個樣子 歸仙人 怎麼個樣子 那歸仙人看一下 29萬 也沒有到特別啦 那麼 去吧 好 綜藝法沒有問題 100%減傷 絕對是撐得住 我好喜歡這個 歸仙人的那個BGM喔 好好聽喔 1087萬 一般10抽卡 而且還被降攻了 全力 行 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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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就已經突破了三千萬的輸出了啦 等一下 沒有被那個什麼 沒有被打到一下 少了一下連擊 啊 才連了那麼一發 屁股喔 我還以為上一輪那個 是可以算下去的 結果不夠 喔 配給了這麼多 結果還是打不到 有啦 至少就 後面的攻擊啦 就可以破防了 只不過連擊不給力 沒辦法 那麼這邊就 可以收尾啦 神龍 就不想被他 不想讓他去被降攻嘛 那個是降 降多少 我就忘記掉了 降30% 降30% 雖然說只是必殺貝利降30% 但還是被送 呵呵 所以就算啦 不過 五道會悟空 可以做到破防這件事情 就真的是 還滿滿足的啦 那麼 這邊只要不被 OK 只要被摸到一下 就直接出場了 這就是我們的 哈哈哈哈 這個收場真爛 哈哈 笑死 罵罵罵罵罵 不過至少啦 就我們的五道會悟空 在做球的情況下 依舊還可以再戰啦 嗯 這個是還不錯的一個點 那麼如果速度夠快 可以在五回合內 就打爆進去的話 那麼他可以更加的滿足啦 如果有自己有抽到龜仙人 可能會更加的靈活來運用啦 OK啦 就是這麼個樣式啦 這一輪 嗯 可以讓他發揮一下 就很開心了 去年我自己最喜歡的那個 有奧陷丁卡 那麼他也做到很棒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ー バイバイ